我们这门课 基本上 算是一门新的课 因为我早期 大半都是一个 Android的课入门 Android入门 然后再Android进阶 上学期是开 Android的入门 理论上下学期应该是Android的进阶课 我后来发现 在 同学们那个接受 直接coding的这一部分好像接受程度 不是那么的高 而且这部分 要在网上的人其实不是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发现 现在有一个 更简单的开发方式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 JQuery Fone Gap 这样的技术 所谓的Fone Gap 它实际上 就是 可以让你更快的开发App出来 然后需要写程式的部分 其实变得比较少一些些 另外他做出来的成效 其实 感觉上 会比Android来的 快太多了 很多东西 它已经都把你包装好了 我觉得这种开发方式 对于 未来的App 其实是 这种开发方式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因为Android 基本上你要真的能够 学会到可以开发 基本上 要花的时程 非常的 非常的长 而且 如果你Android 你对那个Java的程式开发 不熟练 不熟悉的话 其实要开发出Android的App 更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 我们会用另外一套东西 来跟各位解说 另外这一套App开发的方式 它的最大的好处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它不只是在Android上面 手机上可以RUN 它在iOS上面也可以RUN 它在Windows Phone上面也可以RUN 这个就 更 更棒了 那 它基本上 大家缺点 不是原生的 不过 早期 在RUN的时候 效率不是很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 这位手机 那时候早期 还是单核心的 RAM的话 那时候还是256的 所以跑起来会KK的 但是现在呢 随便都是两 都是双核心 RAM最少都1G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跑起来 以前不顺的 现在都变很顺的 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 导致可以提出来 那现在大概慢慢已经比较成熟了 不然的话你用 要开发一个App 真的是太头痛了 而且时辰太久了 这个方式可能 会是更好的一个选项 首先的话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个是我的一个相关的介绍 那其实我常自我介绍说 如果要找到我 很简单 你就Google搜寻吴老师 那在100多万个结果里面 前三个都我的 第1个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2个是我的教学频道 第3个也是我的教学频道 因为我分了两个频道 然后呢 里面的话就有很多的东西 那我曾经有一些创业的经验 然后也实际上 有一些食物面的经验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 融入到我的教学里面 我的课程尽量 就是务求食物 食用 所以说很多 很多一些想法 基本上都是 我工作上面 实际上遇到的案例 或者是说 业界需要 哪部分的这个APP 我会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去思考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只是 好像纯粹是那个 教科书里面的 一个范例而已 那我会尽量说这些东西 能不能你们学完之后 工作上面其实也可以很快衔接 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那是最好的 跟食物面是完全融入 所以相对的 那另外我也在 一些大学 就是 兼任助理教授 在原志 东吴 现在还在自强工业基金会 还有我们北市 然后 一些学校也邀请我去当业界的那个专家 去协助老师做协同教学 另外还有在公务人训练处 或者是 像那个电脑证照 考考试单位也找我去当 咨询委员 还有命题委员 所以我也帮忙 命一些证照考试的题目 还有就是之前那个enjoy的 考试也是一样 他们有问题也会问也会稍微询问我一些 相关的一些一些意见 其他的话就是 另外我的特色 因为我上课都录下来 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观看次数超过两百万次 已经快超过三百万次 上面放的都是我的上课的教学内容 所以你们如果 想要学习的话 上面一堆 但是 如果不是我的 不是上我的课同学 或许都是看到片段片段片段 如果要上我的课同学就可以看完整的 所以 坐在底下才可以看到完整 这是前提 所以变成说很多同学 看到那个网络上的影片 看到精彩处 突然没有了 看到精彩处突然没有了 然后他就知道 要搜寻一下 找到这边 然后很多地方上课就报名 所以基本上 好像我的课 都不用担心有那个 就是招生的问题 反而我比较担心是 我排不出时间来 因为我现在上课 时间都 非常满 但是我 又慢慢有那种 上课 希望上课不要上太多了 不然太 太累 然后是要兼顾到生活品质 慢慢现在比较会想要有点生活品质 所以 尽量课不要排太多 像礼拜六 我就是排一整天 这样我跑一趟就好了 不然我有时候跑两趟 那就跑一趟来 那为什么要排下礼拜六呢 因为其实 我还真的不喜欢跟人家人籍 礼拜六礼拜天 哇到处都是人 这只要是那个风景区有没有 很像九份 有时候你 礼拜六礼拜天天 哇简直是怎么样 简直是 大家跟逃难一样 而且很多什么日本人 韩国人 一堆 观光课的 那可是你非 非假日去 哇好惬意 你慢慢晃 就感觉蛮好的 所以我 所以我就课 干脆就排在礼拜六好了 然后你平常 如果 就我排休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非假日 可以跟别人错开 这样感觉会比较好一些些 大概基本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在一些 学校单位 还有就是说 甚至企业单位 也会找我去 委训 就是说有一些找工程师 他也不知道哪些好不好 所以 HR 部门就会找我去 帮忙去他们 呃去 像 先 interview 一下那个工程师 OK 现在对 Java 工程师的需求 越来越大 但是 很难找到适合的人才 好像现在培养 学校 培养出来的 人才真的都不太能用 很多 很多公司都在 抱怨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 新一代的那个大学毕业生的那个 城市的底子实在是 很弱 要找到适当的人 真的不太容易 OK 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其他的话 这相关的经历 洋洋沙沙 我大概 刚才工程师也是 几 快20年了 因为我的证照 也是一堆 我大概考了也差不多有30来张的证照 那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城市类的 也有很多是 CAD类的 也有很多是 Office类的 其实都很多 所以 除了考 我自己也去考了 然后呢 我也去兼 兼考 也评分 最后他们也找我去审题 也去找我去命题 所以 正在考试对我来说 也是 我的 一个 一个专 专长之一 所以 基本上 而且我也在 网路上放了很多解答 因为我就是 有题目出来 然后也没有解答 我就自己解 解了之后放在网路上面 大家 有的时候看那个解题本 都是文字叙述 其实真的很难懂 那我会把他录下的步骤很清楚 影音 现在最喜欢看了 因为你一看影音 就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用那个书里面 有很多同学是自己买书来看 看半天之后 还是好像有看没有懂 有的时候我做一次给你看 而且你看我 还录下来给你看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给你看 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然有的时候 你买书买再多本书 而且那种 开发App的书 一本比一本厚 而且一本写的 比一本还要难懂 那个作者 写得跟天书一样 就是 真的不是写得很 很友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发现 为什么那种 城市设计类的书 不能写得 让人家真的比较容易懂 一点点 其实最好是要 放那个 光碟 有没有 放个那个影音的光碟 对不对 可是 很多人 会买到大陆的 有没有大陆有 现在都有这个 跟上趋势 但是大陆的那个书 里面 放的那个影音光碟 你会发现 我们打开来看 那个影音真的录得很烂 烂到不行 那个 有的是 录的声音小的 真的是 然后画质不好 要不然就录一大堆 不知道在录什么 那有这些问题 OK 这个是专家咨询会议的 那这是上课的 画面 证照考试 另外这个是我的教学频道 这个 这一百八 几万次 这已经旧了 现在已经两百多万次了 那 课程理念的话 因为现在已经慢慢 Web已经取代App 所以 App的需求太大了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现在几乎网站 有网站的公司 也会想要有自己公司的App 然后有App的话 另外他也会希望 可以挂在那个 比如说自己的名片 或者自己的 一些DM上面有QR Code QR Code一拍 就可以直接 Dunload他的App下来了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配合QR Code 然后再配合云端 这个的话 才对 所以现在如果公司 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会怎么样 想要 跟上 但是这些 一定会有一个 商机 一个商机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可以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慢慢再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当然 Android有Android的证照 不过这个证照考试 其实也不算太 容易 我会 等一下调查一下 看看大家的学习意愿 这门课 也是 希望可以快速的开发App 出来 然后 我们用的工具 上学期是用 Eclipse 不过这学期的话 会用一个简单一点的 用一个 大家应该都有用过的 一个叫做 Adobe的一个叫 Dreamweaver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工具 Dreamweaver 6 6的版本 他本身就有挂那个 所谓的phone gap 也就是说 Adobe 他的聪明的地方就是说 他希望把 以前你会做网页的概念 把它转换成为 做什么 做手机的App 也就是你会做网页 你就会做App 而且你做完一个App 之后的话 完全不需要 半行 程式 你的App就出来了 而且马上可以在你手机上面 看到 这个才厉害 因为我 曾经接触到这个 我发现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 才会把这门课 改 改成 用那个phone gap的方式 来 来开发 那需要写程式的部分 其实比较少 而且他已经帮你包装好了 你只要会用那个 现在有一套 就是要 JQuery Mobile 他实际上 我刚讲那个phone gap 他那个技术背后就是用 JQuery Mobile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JQuery Mobile 写一点程式 也可以达到 我们要 做一些 跟手机互动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那 还是会有点难度 不过难度跟 Enjoy的Java那种开发方式比起来的话 其实已经简单很多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 有一些实际的范例 让大家了解 所以这里的话 我的课程特色 第一个影音会 复习 会录影下来 所以回去的话 你们也可以 再复习 那不过前两周 因为还在加退学 所以我们 还不会 那个论坛部分 我还不会见 我会在第三周的时候 跟各位讲 我们会有一个论坛 那个部分你就登录进去 只要上这门课的同学 才可以登录了 其他不是上课的 我就不加 那你登录进去之后 以后 我们下了课之后的画面 都会放在 那里面 另外呢 那里面也挺有个功能 就是我 贴上去之后 你的email 也会收得到 就是说我会丢到你的 email信箱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连接过去 反正呢 尽量就是一定要反复去复习 OK然后尽量会 不call 硬call程式 当然程式有些可以参考 你就参考 然后另外就是说也会提供完成的画面 放在云端的白板上面 那也就是我最后把我完成的画面拍照下来 所以给各位参考 你只要参考就可以 那那个等同是一个云端的白板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可以看到 反正参照着看 另外提供一些 可能一些业界的实务开发经验 然后书上没讲到的话 我会用一些功能 提供给各位 因为 书上有些很奇怪 他明明就是 可以用 画面 用界面就可以解决的 奇怪 有些书就一定要写程式 我不知道有些作者他一定要写程式 但是 那些东西 画面上就有功能 你就用功能就好了 功能 设定一下 就可以完成 就不要去写到程式 所以尽量如果写程式 跟设定 我当然用设定的方法 尽量 能不写程式 就不写程式 然后 方法 越简单越好 越好记越好 这样一学习下来的话 自然就会有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 当然我们也会有个成果展 我希望说 看看能不能大家也可以 在成果展也可以展出一些 大家的App的作品 所以请各位 他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idea 想要做哪一方面的App 然后在成果展的时候可以秀出来 将来我们就可以有一台专门的电脑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秀我们的App 或者是你们可以 放好几个QR Code 以后成果展就是QR Code 一个QR Code拍照 拍完照之后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App出来 其实以后名片上面也可以放QR Code 你如果要放一个DM 你可以叫 一个DM的App 对不对 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做成一个App就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使用者也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机 执行你的App 什么东西都有 他也不用不用去找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个行销的利器 OK 那等等的随时更新第一手资讯 那我们会有一个参考用书 不过那个参考用书 他有不足的 我会补充 他的好处至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依据 用一本书当依据的话 我就不用说到处这边找那边找 找一堆东西 而且要编讲义很花时间 再来的话 OK 那等一下 我需要各位 帮我做一个线上的问卷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要找我的东西很简单 找吴老师 或者找什么 其实Android教学好像也会找到 那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 我在 你们找Android教学 好像 这个连接好像排在 反正前五个不知道现在跳到哪里了 那里面的话我最近是有整理出一些东西来 因为我教Android也教 教了蛮蛮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最近就帮各位再整理一下 所谓的那个懒人包 这个懒人包好像是App的开发的懒人包好像 上学期有上午的课同学应该都有收到 那里面基本上 我以前上过的课基本上就是几个面向 第一个 Android的入门 有这么多 每一个都是里面都有个教学 反正就是我部落格 你可以自己点进去都可以当参考 太多了 每次都有 然后第几次上课第几次上课 另外还有第1个是Android入门 第2个是 证照考试 因为证照考试会教了非常多 几乎全省跑透透 都去各校帮忙解题 那这里面的话也很多 那要怎么去考试 等等这边有说明 因为太多人问问我 这张证照怎么取得 所以这边有相关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完之后应该也大概知道 就是说 这个证照怎么取得 OK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Java 因为后来发现 Java发现 很多同学 Android虽然学会了 可是 因为 Java的底子不够 所以 很多东西都写不出来 后来我发现 这个Java的部分要加强 所以上上个学期 我是教什么 从Java到Android 就是 先把Java学会之后 再来学那个Android的开发 这个部分就可以衔接的很好 那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享 当然我到哪边呢 像最近 1月份是到佛光 资讯用学院 资讯系 资讯应用学系 他们有那个Java的解题 也找我去帮帮他们解 然后 这个可以分 这个可以看 这个应该还蛮完整的 这里面的话就是 很多那个 影片啦 然后 影片好像还蛮完整的 还有相关的补充资料 好像也有在上面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如果你对 Java不太熟的话 这里面 而且 有一些 我的习惯是 上面会有文章 那下面如果需要有放图 我就放图 然后再放影片 比如说 第一题 乐透彩 这个是 模拟乐透彩 的一个程式 需求是这样 就是 请你用Java 写出 乐透彩 开展号码 乐透彩是 1到42号 所以你就要去用Java的乱数 做出 几个号码 7个号码 就是6个号码再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要能够秀出来 用Java怎么写 这边都有交 这个应该还蛮完整的 5分多钟 看完之后就会写 看不懂没关系 再重新听 重新听 但是前提你要有环境 环境怎么下载 你看自己再去找 很多地方都有讲 反正就下载Eclipse就好了 然后再装一个JDK 就可以写了 所以 你只要懂得 去找资源 这边都有 然后还有 数值过滤器 反正这边 如果你要考Java 证照这边也有 总共好像有20题 然后好像我印象中好像就是考单数 双数题吧 那就考个实题 你把那实题准备好就考试 就可以拿到一张 Java证照 也是个方法 如果你不是本科系的 或者你要转转行的话 然后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至少反正上面也是跟 毕业证书一样 毕业证书不就是 几个人签名 盖个章吗 证照不是 也是一样 签个名盖个章 对不对 以后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我够有名气的话 我也可以签个名盖个章 表示你 我是 帮你们 签署 上网吴老师的课 对不对 如果我的名气够大的话 我帮你签名盖章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认识吴老师 对对他 那个这方面非常有名 他签名盖章的 表示应该是品质保证的 其实真的业界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你没有认识 真的 这方面可以的人 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那当然 真的就是 当我也不可能随便乱 乱介绍 真的 这个人可以 那我就会帮他介绍一下 这也是一种 一种方式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懒人包里面 然后另外像那个ID 这个 物件导向 Java里面的物件导向 其实这个要学会 学好还不容易 我也都已经把它整理得很好了 而且这个课程在ID那时候 也是一个 职讯局委托的一个案子 像我光上这个Java课就上了100个小时 100个小时 我们这个课也48小时 他得两倍的时间 每天都在集训上这些东西 那我也是一样把他每次上课就录下来 每次上课录下来 其实还蛮完整的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甚至还我还教什么 Java的网络程式设计 就是JSP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 也有分享一些了 然后 等等的 这边也有一堆东西 甚至还有JavaScript的证兆 OK 其他类似这些 从2009年就开始有贴了 所以其实还蛮久的 这个是最近的 我刚刚讲那个Fone Gap 就这个 Fone Gap 实际上就是Adobe 他把这一家公司技术买过来 然后放在他的产品 Juniver底下 然后主要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让你快速的开发App 然后基本上不太需要写太多的程式 那只是说你必须要去 用他网站上面他帮你 把一个网站 变成一个App 网站变App 太方便 而且是目前 还是免费的 他有免费的方式可以产生 而且他帮你产生一个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拍照 安装 就一气呵成 那这边的话呢 是从 去年10月才开始 那我在几个学校 像在源自大学啦 还有在那个海洋 海洋技术学院 以前就是中国海专 就是那个谁的母校 那个 郭台铭的母校 郭台铭以前念中国海专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各位 有时间的话 回去也不妨可以 稍微参考一下 反正 要怎么学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要肯花时间 反正你就是耳如木兰 耳如木兰 然后听 刚开始就外行人 外行人要怎么变内行人 反正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听久了自然就 听得懂 行话 很多东西就是 这个 内行行话 就是 慢慢耳如木兰 自然就可以 有一些 那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么多 泱泱沙沙沙的 因为最近我不只整理这个 如果各位 还有其他的需求 好像整理 除了安Joy之外 我还整理 Essal VBA Essal VBA有分 入门跟进阶的 然后还有整理什么 AutoCAD 2D跟3D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也蛮多的 各位可以 自己 花时间 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 做了这么多年 这个不是说一般 你想要做就马上可以做 这花了我很多时间 而且花很多 很 也要有心 不然的话 没有人可以做这么多 那上面的影片数量 我刚讲过 破万个 那部落格大概600多篇的部落格 OK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那 讲完这么多 其实 也是开个头 那我 其实在城市设计领域里面 也 蛮长一段时间的 大概也快20年的时间了 一路下来就是 工程师 然后从最早VB 上面都有 DANET ASP Java 一堆 反正只要城市员 几乎都快涉裂到了 还有资料库 等等的 最后 最近是交比较多 像Excel VBA 这些 那等一下的话请各位 帮我做一个问卷 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 这个课程到底有没有 比较偏向哪部分 所以等一下请稍微记一下这个网址 GOO.GL GOO.GL 这个网址 然后F大写 记得这有分大小写 F AH AH是小写 CS9 CS是大写 CS9 OK 这个网址进来的话 请各位 稍微 OK 就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AH CH9 OK 这个网址的话 请各位打上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哪一些 哪一些这个 其实就是 尽量我建议各位 开那个 Google浏览器 Google浏览器 会比较 比较不会的问题 然后就把这个打上去 G OO.GL 写一线 F F是大写 FAH 然后 CS9 OK 好这个 这要不要打错应该都进来 好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 第1个 请各位 把这个答案 写出来 上面的Gamma问题 答案为何 这个好像前几个学习也有做过啦 如果你记得的话 不最好就是 我主要是了解 各位 了不了解什么的 阵列 了不了解 回圈 如果你 不了解的话 你就 随便选一个吧 或许会乱枪打鸟 反正是四分之一的机会 你的大名 还有 自我简介一下 有关你的 跟App相关的 背景 跟动机 如果没有就没有啦 如果你是救生的话 你就写一下 然后 应该会有个 动机 甚至是你有什么 什么目标 你想要 利用这个课程 帮你 写出什么样的App 出来 尽量去想 没关系 你也不要客气 不要说 老师我这个 不敢写 因为我觉得 太怎么怎么样 不用客气 反正你就是想 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想出来 其实我说真的 我做很多事情 都没有去想 反正一直做 我觉得该做就做 结果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发现 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这也绝对不可能一天两天 那你学习App也是一样 你就是一个目标 像我以前的目标 我希望 我希望在那个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我的影片 随时搜寻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就一直做 后来有一天真的随便搜寻就我的东西 最后的话都是我的东西了 所以变成说很多关键字都被我洗版 洗版 可能 有在爬文都知道 有没有 有些人 一查奇怪什么都是这个老师的 好像真的没有别的老师在教这方面课程 并不是没有 而是说他们没有录下来 他们教的可能比我更好了 但是他们 不敢 也不是不敢 他们不想要 让人家看到来怎么样 所以 我的曝光率就特别高 自然而然 我就被知道 所以很多机会 因为我被知道 所以 就会找我 那片一个窗口 而且其实我 很多单位我去了 我这里面半个人我都不认识 就邀请我 邀请我就去 去就认识了 还有一些学校很妙 那个系主任我跟他不熟 完全不熟 但是他看到我的 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 的 第一时刻 感觉对我非常的熟悉 后来他跟我讲他每天都在看我 他听我的东西 然后 就 对我非常的热络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 这种情况还蛮特别的 然后来跟我讲说 吴老师你这个策略非常成功 为什么 因为 这样子好像这个领域的 就没有 没有人不知道你了 你到哪里其实都 还蛮容易就可以 把那个 你的东西就可以 你的想法就可以把它推出去了 因为 很多事情要推动就是 第一个你要先 跟对方建立信赖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跟对方完全不信任 不认识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 轻易相信他 甚至你去邀请他 不可能吧 那是因为我跟你已经建 那我的东西 我都已经东西放这么多东西在上面了 我还会骗你吗 对不对 应该没有一个诈骗集团 骗人家之前 放这么多东西上去吧 好 如果 如果有这种诈骗集团 哇那这个 这诈骗集团 太厉害了 不过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会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对这方面是真的有兴趣 而且 我不是把他当工作 所以我今天来上课 心情 心态上面不是说我今天 来这里 是为了领一个终点费 来 这钱难赚 而且你看 我来劳工大学 已经民国89年到现在 现在103年 对不对 我来这边上课已经交了 14年了吧 13 14年 可是终点费 从来没改变 对 想说 而且别的地方对我涨了 就这里没有涨 所以 每次问那个承办 我说 为什么你们这边 那个中文委员都没有调一下 调一下 而且不调就算了 还要扣那个2%的补充保费 我想说扣2% 那是我每次都提早下课 2%好了 就可以在提前6分 6分钟下课吗 但不行 所以 这个大题外话 只是说一个兴趣 而且 我会觉得做这事情还蛮快 还愉快的 你可以开 开创出一个 算是一个另外的世界出来 这就是你的天空 OK 所以这里的话 你也稍微介绍一下 反正 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再来你的电脑程度 这几个 OK 我想要知道一下 其实我本来是 就是要加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修过上学习的课 其实如果你有修过上学习的课或上上学习有上我的课 你就不要再选下面两个 你就选这个就好了 如果你已经很通的话你就选这个 不要客气 OK 然后你希望上课以哪部分为主 因为这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这些章节 然后呢 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想各位可以多选 你可以 让我知道一下 普遍大家 比较有兴趣的点 在哪里 然后学习动机 未来可能你会用在哪些 地方 上面 OK 你的未来领域 是工作上呢 等等等等等等 还是你要将来转业也可以 或者其他也可以 其他你能写一些 因为可能我没想到你大概会用在什么地方 上面 像之前有一个 有个同学来学 是因为 他为了他女儿来学的 他就是要教他 女儿 发音 比如说 飞机 对不对 那以往他就是要 念给他 女儿听 这个是飞机 对不对 然后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他就是写了一个App 按下去之后 就会出现飞机 那个图 就一个图嘛 按下那个图 就念飞机 就这样 很难吗 不会啊 但是 对小朋友来说就够了 他里面就放很多图库 对不对 那背景的声音 就是他自己 自己录下来的 他就用录音程式 录完之后 刚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按下那个图的时候 就发音 如果他叫英文的话也可以啊 一个按钮是中文 一个按钮是英文 很简单吧 对不对 但是这种小的App 对小朋友来说很 很受用 像什么 ABCD 1234 你不要看这些啊 如果你把它放上去啊 很多小朋友 家长他就会想说 拿那个来就 就很方便了 但是目前坊间好像 我不确定有没有了 不过之前搜寻了一下 好像没有 是否有 是否已经手机 然后有没有吃到饱 对Java城市熟不熟悉 等等的 还有你的期望 另外 Email信箱的话 将来会有一些影音 或者补充资料 会用这个方式来跟各位联络 然后尽量用Gmail的如果你有Gmail你就用Gmail的怕有些公司或者是机构会党信 然后 考虑哪个牌子 另外最后一个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学期 一定要选出一个班单 如果 太花时间的话 坦白讲 浪费太多时间 尽量时间可以用在上课上面 所以 如果你有意愿 就是说你 希望多任性同学的话 你就选择是 或者你没有太多时间 或者你单身 或者是 是是 你这边很熟悉的话 你就选择是 但是如果你 觉得很客气 你就选 可以考虑 那我们就会列入考虑 是跟考虑 那等一下如果 试试都没有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再来选一下 我们需要两位 一个是班代 一个是 学艺 就两位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 帮我填一下这个简单的问卷 那网址的话 就刚刚这个 就是刚刚那个 应该有记下来吧 就是 F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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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 AHCS 9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在这些 我 我 我 在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